这是新的一年第二个礼拜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布道 他的题是人子来的时候能找到信德吗 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 他说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我要快快地给他们申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希望耶稣基督能够在西安教会得到信心 找到信心 按我们开始这新的一年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够继续想准备 从我们的信心的基础在生命中建立起 这信心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比喻 其实是一个我们时常听到的比喻 就是这个不正义的官和这个寡妇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给了这个比喻呢 这是在耶稣设了一个比喻 其实就是要教人们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为什么耶稣基督给了这个比喻呢 就是让他们能理解 能够真正的祈祷 不要放弃祷告 你要祈祷不可灰心 就让我问你这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 有什么事情使到你停止祈祷呢 请不要说我根本没开始祈祷 还是我还没开始 什么时到你不再问神了 不再祈祷了 什么时你灰心了 那让我们换句话说 你真的虔诚的祈祷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不是因为你希望有个更大的房子 或一辆新车 而是你真正祈求神 能够接近你能认识祂 而且把你的时间跟努力 来读经 读经和查经 原因是因为你这么需要 能够希望能接近神 那我诚心诚意 希望 就是从去年底 就是2021年 就是让西安教会 有这个机会能这么做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全心全意的 把我们所有的努力献给神 我们能够这样子祈求 就是这么努力的读经 希望能靠近神 那今天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 我们来看那个结论是什么 耶稣在给这个比喻 就是因为让人们能够 继续祈祷不灰心 我们看第8节 结论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 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所以要从 要从祈祷开始 结论呢 就是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信心 所以今天 而我们就算忘了一切 都要记得 就是 祈祷 那上个礼拜 我说我们要开始挑战大家 开始读圣经 读经这一年 阿门 我知道你已经读经 读了很多次了 我们因为老牧师 他到底读了 读经读多少次 一千八百次 他告白说 虽然我读经读了这么多次 可是每一次读经 都觉得找到新鲜的内容 所以让我们能够 所以在启示录 一章 告诉我们呢 什么呢 告诉我们 能阅读圣经的 是有福了 在启示录一章 三节怎么说呢 念在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 又遵守其中 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了 所以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听 还有我们要遵守 神的话语 但愿 但愿这是我们 在2021年的使命 虽然不是在这比喻之 就是让我们能够 更有毅力 想要接近神 启示录一章三节 说怎么样得福呢 念书上的得福了 听的也得福了 遵守 经中所记载的 也得福了 有福 然后呢 使徒约翰 在启示录呢 他打不开这个书卷 小书卷 所以他哭泣了 你有没有因为 不理解圣经 而哭泣呢 你有没有这么样的 拼命的想理解这经文 而因为不能够理解经文 而哭泣呢 那 在启示录 一章十节呢 这小书卷打开了 所以使徒约翰 吃了这小书卷 那 我相信神也在整着 世界末时的教会 我听到了 听到了 当我第一次去 美国的时候 我也不理解 英文 所以我在背着英文词语 那 有人 说呢 有背这个 这个 字典的人 那他说 就说 这个背字典的人呢 一天背一夜 那他背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 他就把这个字典呢 吃了 那一夜吃了 背完了就吃了这一夜 吞下去 所以 提示录 告诉我们 现在 使徒约翰吃了 这小书卷 那我们要吃了 这经文里面 要消化 那 那在 启示录17章 18章 19章 还有 启示录的最终的结论呢 是在强调 是在强调 我们需要保存着圣经 我们不能加也不能解经文里面的一切的话语 18 19节 就是启示录22章 最后一章 18 19节 神 警告 我们怎么警告呢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是告诉我们这本书的重要性 所以呢 读这经文的 遵守这经文的 能够理解所有 能够理解所有经文中的奥秘 那为什么不读呢 那现在我们要再回到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强调是祈祷 可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怎么谈到这个比喻呢 路加福音 其实是一系列耶稣基督给的比喻 这一些比喻呢 我会帮忙你做一个结论 一个简介 那耶稣基督给的这一些比喻 我会帮你做一个简单的概要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给这一些比喻 那我在做这个概要之前 我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 耶稣基督 只是通过比喻来教这些众人 你是不是有时候当家长的 也是用比喻来解释东西给小孩子听呢 因为有时候概念是非常复杂 所以你用一些你自己的经 他们小孩子经历过的 或他们能理解的比喻 来解释你的用点 耶稣基督 时常用比喻来解释天国是怎么样的 世界末世是怎么样子的 那这两样事情 就是世人在这世上是没有经历过的 他们不能理解 所以呢 耶稣基督用每一日的一些经历 像农夫 耕田 还有婚礼 那这个比喻里面是有故事 故事里面其实有含义要教导他们 那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 路加福音14章 其实是关于这个婚宴 这个婚宴是在谈关于进入天国 以赛亚书第25章 谈到的这个天国的宴席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其实在预备这个属灵的婚宴 这个婚宴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新郎官 我们是新娘 然后呢 然后呢 路加福音第15章 下一章是谈到了失去的 失去的什么呢 失去的同婢 失去的儿子 失去的羊 耶稣基督说 我为了要预备之前所谈到的这个婚宴 所以我要找这个迷失的灵魂 他这个婚宴呢 是要找那些迷失道路的灵魂 他就是在预备这个婚宴 他希望能请我们进入这婚宴 那他来到这世上就是来寻找你 耶稣基督 就是在找属于进入这个婚宴的所有的人 路加福音16章 有两段 一个就是懒惰的仆人 记得这懒惰的仆人吗 他会即将得到审判 在那时候 懒惰的仆人呢 那时候不会像我们现代人这样 只是被开除 而老板有权利杀了那个懒惰的仆人 那 这个坏仆人呢 他自己的罪被老板被主人赦免了 可是其他人欠他的小小的债呢 他不肯原谅的债 那路加福音16章 耶稣基督下半段谈的就是拉撒路跟那个妇人 在这个比喻呢 其实这个妇人呢 这个富裕的人就代表了法利赛人 那那个贫穷的拉撒路呢 他不仅生病 他还贫穷 他身上有很多的仓 还要狗去舔这些仓 他是在身上最最差的一个状况在活着 那谁去天堂 谁入地狱呢 条件 要进入天堂的条件 不是世界的条件 请你不要误会 现在不是说耶稣不是在教我们说所有的富裕的人都下地狱 而他的说条件 进入天堂的条件 不是跟着世界上的条件 就算你自己觉得有一个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幸福的 不代表他一定有权利进入天国 就算你觉得拉撒路是这么样被卑微 然后好像被咒诅的一个生命 也不代表他进不了天国 现在耶稣基督把人们错误的这些价值观呢 在改正 拉撒路 拉撒路好像真的是被咒诅的一条命 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时代 看到有人要么就是瞎了眼 或者得大麻风 或者是乞丐 他们就会想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样的糟呢 是不是他犯了大罪 那现在 耶稣基督在教他们 他的期待 他的条件 跟人的期待 跟条件 进天国的条件不一样 那继续下去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他救了十个大麻风了 医治了他们 只有一个大麻风的患者 回来感谢他 还有呢 撒玛利亚人呢 他们是以色列人最看不起的 觉得这一些人是下地狱的 所有犹太人 所有 十个大麻风里面 有九个是犹太的 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大麻风患者 结果只有这 撒玛利亚的大麻风 被医治好了以后 回来感谢耶稣 所以耶稣说什么 我是来拯救那些迷失的 所以他在追问的法利塞人说 你们呢 这些法利塞人 以为自己是一定 肯定 保 保证自己已经进入天国了 耶稣说 天上的父的这国 是属于 属于 这些婴儿 我们也要自我检讨 就算我们是每一周来教会 我们是 已经做基督徒几百年了 可是我们还要自我检讨 所以耶稣基督通过这些比喻 就是想要调整人们错误的观念 这个撒玛利亚的大麻风患者 就像拉撒路 基督说 现在天国的大门敞开的 进入的是我们 预料之外的人 不是我们做决定的 然后呢 在这个撒玛 撒玛利亚人 这个大麻风患者 回来以后来感谢耶稣 耶稣开始解释世界末时 路加福音17章 就像马太福音24章一样 关于世界末时的状况 给了很多比喻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7章20节 我读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 这个法利赛人 问这个的态度 是来挑拨耶稣 还是真的想知道呢 无论是哪一个态度 耶稣回答 其实就是在改正 他们错误的 这个观念 所以 我们来看 这是在路加福音17章 他说 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耶稣在显现 他就是神的国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点 就是怎么样进入天国 那些觉得 能够是保证进入天国的 他们现在要再次的自我检讨 但愿你我也要一样自我检讨 耶稣在说 你要把旧的 这个酒袋 装酒的袋子丢掉 就算是你相信 耶稣基督 已经相信三四十年了 可是不代表 你的信心是成熟的 耶稣要说的话 你要听 路加福音17章2425节 耶稣解释关于世界末时的预兆 他说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这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以色列人以为 耶稣 米赛亚 会是一个光荣的一个模样 可是不 耶稣说 人子必须受苦 还有呢 从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同样的一章 三十三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人在一个床上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三十五节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那讲完了这一切以后 耶稣基督才讲到今天的经文 他在给我们 新的一个天国的概念 他在解释 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人 会进入天国 所以如果你想进入天国 你要听这比喻 这个比喻 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之后呢 基督再给了一个比喻 就是两个人进入神的殿 去祈祷 是关于祈祷的这个中心点 那耶稣其实在教我们什么呢 他今天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谈了关于这个寡妇 对于这个不正义的观 在祈求他 不正义的观 告诉我们这观 不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即使这个不正义的人 这不正义的观 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世人 这世界 这世代 即使 这样的世代 也因为有这么样的一个寡妇 不放弃的寡妇 也能给他伸冤 那基督再次再临的时候 神说 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会审判 所夺马和格摩拉 亚伯拉罕说 会有十个义人的话 你能饶了这城市吗 神说 是的 那我们现在在这教会 在这国家 有没有十个义人呢 我们能找到吗 神能找到十个义人吗 请你不要吹头上气 我们能找到十个义人 我现在在问你 找得到吗 阿们吗 那些承认阿们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保存到最后 因为神要找的是 有信心的人 阿们 阿们 信心 不是我们能保证的 信心不是我自己可以告白说 我一定会有那样的信心 所以呢 我们需要祈祷 什么是祈祷 让我们想想看自己的祈祷 祈祷呢 让我给你短短的一点时间 让你自我思考一下你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的祈祷的内容 时常 很多基督徒他们祈祷呢 都是一个固定的内容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固定的祈祷 这个这个第二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点 你想想看你自己的祈祷 在今年年初 我们开始了这新的一年 那我们现在在准备华人的春节 那现在呢 在全新加坡 我到哪都能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雕像 不是啦 叫财神的这种大大的气球啊 还是一个一个形象 因为世上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神和偶像 我一直看到这个财神 那我们 华人对这个财神的祈祷 跟你对耶稣的祈祷 有什么两样吗 不一样的是 你的生命是依赖着神 你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祈祷啊 你祈祷什么呢 一起求神 请我赐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好像 好像五个月前 我问了你这个 你还没有赐给我耶 我要更大的家 这是我们每天祈祷的内容吗 我当然现在是有点夸张 可是目的是什么 当你起床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活人你怎么做呢 像你看到丈夫跟太太 你的孩子 你会说早安 对吗 因为你认得他们 吃了没有 你会不会第一样事情起来就说 啊我迟到了 你至少还会承认那个人的存在 对吗 所以当我们 我们起床第一样事情 我们会说 主啊 谢谢你 早安 谢谢你赐我这一新的一日 你要我准备什么 你要我去走去哪里 你要我做什么 今天啊 神 神是活灵啊 你在问他什么 如果你早晨第一件事情 启程 那你的孩子 一起来就找到你那边 就说 你爸爸你给我这个 我要钱 我要这个 所以耶稣基督在教我们的祈祷 其实是一个依赖他的一个性命 我能够起来 我能够活着 我就能呼吸 所以我们呼吸就是 能呼吸就是我们祷告 祷告 不是一个迷信 也不是一个你的好像重担 祈祷就是承认神的存在 在你的性命中 在你的生命中的存在 所以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就是祈祷 你能够继续的祷告吗 即使是有困难 苦练 患难 可是如果你已经祈祷了 很长很久的时间 还没得到答案呢 你已经在教会侍奉神 你读经读了很久 可是还是在生命中 一切不顺利 你还会继续祈祷吗 还是因为你的患难 而使你停止 如果 如果你的祈祷的结果 没有得到你希望的结果 你会停止祈祷吗 还是你已经停止了 当停止祈祷的时候 希望你回到始初的这一点 问自己 我怎么样的祈祷 我为什么没有得到祈祷的答案 祈祷的中心点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而是神跟我在一起 我们也做生命中 有很多这个活动 打个比方来崇拜 听神的话语 可是祈求 祈祷 就是你唯一一个人 可以做的一样工作 祈祷 就是唯一一个活动 能够让你很亲密 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听到 或者查清 需要有一个人 听或一个人在教 其他在教会侍奉 带领其他人 需要有其他人 可是祈祷是你跟神之间 的一个活动 圣经说你的祈祷 就是像烧的香 在启示录八章三节 三到五节 另外有一个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的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 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伸到神面前 这个金香炉 到底在这个神的会幕里面 是在哪里呢 出埃及记 四十章 四十章 那很多不同的这个争论 是关于这个金香炉 到底是在会幕的哪一个地方 所以是在会幕门前吗 在八章四节说 是在至圣所吗 四十章二十六节说 金坛安在会幕内的曼子前 金坛 是在至圣所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 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西伯来书九章四节 其实金 这个金香炉啊 就是在至圣所里 在出埃及记 说是在曼子这个帘子外面 可是现在在 这个西伯来书九章四节 是告诉我们金香炉啊 有包金的约柜 和约柜在同样的地方 到底在至圣所 还是圣所不重要 重要吗 因为金文好像是有错误的 这个在内容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呢 我们要鼠邻的理解 我们在启示录读了 因为金香炉的这个 烧的香啊 它的熏的烟 就是你的祈祷 所以你的 祈祷到底在哪里 你的金香炉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 要从这里 要从你现在在哪里开始 从口中出来 希望你就是在至圣所里 可是最终这个烟会飘到哪去呢 就是到神的宝座前 你的祈祷 你的祈祷 当你祈祷 就是从你在世上哪里 在这世上 就是你的身体在哪里 从那个地方 就是你的金香炉的地点 这个祈祷 是唯一从这个 在世上能看到的 能够送到神的宝座前 所以你现在 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 我们现在要用邮政来寄任何的这个包裹 从新加坡到韩国到美国 从亚马逊要购物 从美国啊 要买卖放进这个 买东西放进箱子 然后要运输到世界各国 对吗 我们想 想到我们怎么样包住自己的爱 我们包一些爱心的包裹 寄给我们的在国外的亲戚 有快速的快递 可是有更快的快递 就是你的祈祷 这个祈祷 就是从你现在在座的这个位置 你在哪里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通过你的祈祷 不仅能够去国外 而是从你现在能从这个世上 能够献你的祷告到天国 神的宝座 所以这个祷告是他给我们的一个通道 从天国给我们的一个通道 当然我们知道怎么样祷告 怎么称颂神 每一个这个布道会你都听到 我知道你都知道这些原则 可是让我们真的思考 你的祷告有多么强烈的这个力量 你能够通天到天国 你的祖宝座上 你一定要祈求神给你祷告的灵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 说什么 我必将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有时候我们是不能祈求 祷告不出来 可是当神给我们这个祈求的灵的时候 能够祷告的灵 我们就能够祈祷 十二章十节 撒加利亚书 我必将那是恩教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 那我们必须要求神给我们祈祷的威力 让我们经历祈祷的威力和力量 不是说我能够祈祷 这个东西能变成什么 那个就变成什么 那个当然也是祈祷的威力 可是更重要的 祈祷的威力就是 能够让你跟神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 当你经历到了这个祈祷的威力 你根本没有人需要逼你来祷告 没有人需要提醒你祷告 晚上到了要祈祷 铁赛楼里加前书五章告诉我们 你要不止境的祈祷 你自动会讲 就如同你怎么样的自动呼吸 你呼吸的时候 你有意识到你在呼吸吗 你会说我需要活着 所以我需要呼吸 不你自然的会呼吸 同样祈祷就是像呼吸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使徒保罗的榜样 使徒保罗呢 在这个 当时使徒保罗写的信中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这个他祷告的比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以佛所书 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以佛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 他开始这么说呢 他怎么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 屈七 屈七就是跪下来的意思 就说他是非常迫切的 在祈祷 他知道他在父面前要跪下来 他 他不仅是在喃喃自语 而他知道他是非常专注的 在祈祷 十四节 因此我的父面前 对不起十五节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就是我们的 你的名字 你的 人生观 都是从神给你的 我们的名字都是家长给你的 所以他在告白的是什么呢 他是说 你是我的父亲 你是给我名的人 意思就是你给我我的定义 我的人生的目标 但愿神能够通过他的灵 能够从内到外 充满你 所以 使徒保罗在说 不仅是在外在的肉体 就是他所需要的这个那个和需求 使徒保罗专注的是什么 就是圣灵 在我心中 圣灵的威力在我心中 记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 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 侧都的 便要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你们是这样祷告吗 这个祈祷是多么伟大 我们要比较自己的祷告 跟使徒保罗 他说 我跪在你面前天上的福 那我们说 我跪在你面前呢 就是 就是你能够祝福给我的家人 在我的外在 你能给我的福 我需要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那基督你在我的心 和在我生命中 就是要祝福我 所以我的孩子跟我 能够理解中文 数学英文 还有科学这些题目 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内容 多么惭愧 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够这样祈祷 可是使徒保罗的祈祷是说 他专注的是哪一个东西是比较重要 哥罗西书一章 哥罗西书一章 三到十四节 我们跳到第九节开始 因此我们自同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到神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同中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29到33节说什么呢 不要只祈求神 我们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 因为这些外邦人都在祈求的事情 可是天上的父知道你需要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真正天上父的儿女 他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们要寻求的 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结论 我们要自我检讨 人子来到世上的时候 能够找到信心吗 就是一个维持能继续祈祷的一个人 今天这个恶官呢 不正义的官和这个寡妇 他的祈求 这个寡妇的祈求 就是当这个 这个官要让他伸冤的时候 他还会在场吗 信心就是还没看到的 你能相信 祈祷 祈祷就是能够达到 你还没有看到的结论 最终撒旦 他会拼命地阻挠我们 让我们以为神不是活着 撒旦会让我们气美灰心 失去了这个希望 通过不同的困难的这个情况 和苦难跟患难 耶稣呢 也给了预言说 耶路撒冷会被这个摧毁 那在犹太人的角度 那在犹太人的角度觉得 耶路撒冷这殿呢 是最大的一个建筑 是永远不会被毁的 又大又美又强 要让他们想到神的殿会被毁了 特别毁到 能一颗石头都没有被布翻过 这是对他们想上做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的确发生了 你在生命中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发生的呢 会使到你整个生命塌下来的 这个使到你整个信心的框架也会塌下来的 那个世界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你还会继续祈祷吗 你会停止祈祷吗 还是你会继续下去 你呢 就算全世界都塌下来了 你还能够找到神的存在在你生命中吗 要记得但以理 他把生命献给神 就是因为他能够继续祈祷 但愿你跟我都能够经历到祈祷的力量 虽然有被死亡站在我们面前恐吓我们 我们都不会失去信心 我们祈祷天上的福 我们相信 而且我也祈求 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西安教会的会员 所有在一起崇拜的 但愿我们都能经历祷告的威力 所以在最终 当你回来的时候 当你寻找信德的时候 我们能够说 神啊 我就在这儿 天上的福 我们的信心很渺小 非常弱 我们的信心也非常弱 所以我们必须紧握着你 求你 不要让我们失去信心 灰心 天上的福 请帮忙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经历 这个祈祷的力量 这个亲密 紧密地跟随你 还有这快乐喜悦 让我们经历起 这个祈祷的威力 不仅是我们口中念出来的话 只是洒在这空中的话语 就像蒸发掉的这个露水 可是但愿我们的话语 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 专注专心地 能够让我们的祈祷 到你宝座前在天堂 天上的福 当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威力 你的恩 能够洒在我们身上 让请你赐我们 这能够祈祷的灵 谢谢你的恩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我们感恩神